確定東森城市新聞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南加州 大陸僑胞對日本二戰暴行的抗議活動 像是如影隨行 二十多個僑社聯合了韓國等亞裔的社區 超過有一千個人 在安倍出席一場經貿會議的旅館前面 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再一次呼籲日本政府 要為七十多年前的軍國主義罪行 提出正式道歉 趕快來看東森新聞記者葉洪志 來自洛杉磯的報導 集結洛杉磯多個族裔 由旗幟與標語組成的大陣仗 全體抗議民眾口號一致 情緒激昂的強調 安倍再說謊 其中二十多個華人社團 更是心連心 要再一次為二戰期間 無辜犧牲的中國人 發出七十年如一日 最強烈的譴責 希望安倍給個公道 道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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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仔細看各式各樣的旗幟與抗議標語 美國國旗與五星旗飄揚 雖然少了晴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不過他們目標一致 抗議安倍晉三此趟的美國行 打算靠著美日同盟 全球防衛的新關係 來玩弄政治 可能讓帝國主義復活 你不能在這個中國人的刀口上 還在繼續撒鹽 所以我們堅決要 這個警惕日本軍國復活主義 所以堅決不能要把它消滅在萌芽中 在洛杉磯市中心 延續了數個小時的抗議活動 最主要就是要向安倍晉三 提出兩大訴求 第一就是絕對不能夠讓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 繼續的延續 同時也要對二次世界大戰 在中國所產生的暴行 提出一個正式的道歉 以上的東京新聞 葉永志李仲堯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告